正在美國出席商貿活動的行政長官梁振英 回應本港郵報道指 中央以3億收買泛民議員支持政改方案 梁振英認為不可信 大家可以用常識來判斷 中央很清楚 中央有誠意和決心在香港落實選舉 一切根據法律辦事 我相信中央不會用其他手段 使得政改方案 在本來不能通過的情況下 對於三間大學的民調顯示 反對通過政改方案的民意 首次升至和支持的比率一樣 梁振英指政改民調不止一個 社會可以兼聽 參考不同民調的結果和趨勢 正在密集中 小明智恋 最終 Liebe 聘請 一綠